马可福音四章八九节 又有落在豪图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识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发生长大 可以翻译成 上去 登高 生长 实态是现在分词 表明当神的话 如同种子 落在豪图里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拔高 生长 后来结识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结识就是结果字 就是把所听见 所明白的道 照着去行 也就是让神的话 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又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圣经一再的强调 要听的重要性 主耶稣在这里 不仅是希望我们要听 更是命令我们 要听 如果我们这样 专注的听 行道 就会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结果 史密斯 维格斯维尔 他是信心之父 曾经带领二十三个人 从死里复活 他的信心影响不永康 欧斯本 桑瑞尔和许多 今天的牧师 而他一生的侍奉 是基于首先 读上帝的话 其次 大量吃上帝的话 直到神的话 全然拥有你 第三 相信上帝的话 第四 按上帝的话语行事 但愿你我对神的话语 也有如此强烈的渴慕 让神话语的大能 透过我们单纯的信心 能够结出三十 六十 一百倍的果实